泰格尔说过 沉默是一种美德 但在喜欢的人面前沉默 便是懦弱 我已经懦弱了三年 今天我要勇敢 黄晶晶同学 你愿意和我写手告别高中时代吗 距离高考还有五天时间了 我们的男主人公居然 居然像暗恋了三年的女生黄晶晶表白了 把望子成龙的老妈气得心脏病差点犯了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国产影片青春派 16岁的居然是一名高三的学生 在距离高考还有五天的时候 斗胆向自己的女神黄晶晶表白了 但好景不长 两人正牵着手压马路的时候 她的班主人萨老师打电话通知了居然的老妈 然后居然的老妈就横在了两人刚刚启程的爱情之路上 挥舞着赶面杖逐一棒打鸳鸯 但黄晶晶的一番慷慨陈词 把这娘俩说了都没词了 你就是黄晶晶吧 能问一下你今年多大了吗 18岁 可我们家居然只有16岁 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按说像你这样的女孩 应该喜欢更成熟一点的男孩才对呀 怎么会喜欢上我们家居然的呢 居然在您那是个宝 可是在我这 她只是个有待考院的备选 阿姨再见 居然的老妈为了儿子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放着家里的房子不住 在学校的附近租了一套房 和老公分居两地 可以说是用心良苦 16岁的孩子正处在叛逆的黄晶晶 对于老妈的高压态势 居然虽然不敢正面反抗 但她也绝不肯低头 换句话来说 就是你不让我干什么 我偏要干什么 为了去见黄晶晶 居然失足从楼上掉了下去 把尾巴骨给揣断了 考试的时候只能站着 成为了班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由于居然满脑子都是黄晶晶 因此根本没心思高考 结果也可想而知 居然失去了黄晶晶 居然老妈的希望也破灭了 本来居然的想法是 就算考不上大学也不再复读了 抱着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 她决定把自己的复习资料全都卖了 考试结果终于出来的 不出所料 居然顺利的名落孙山了 老妈的一番劈头盖脸的训斥 让居然感到无敌子龙 为了让居然在复读的这一年里 能够有所进步 黄晶晶的帮助 能够让居然顺利的考上大学 居然虽然同意了复读 但她的动力完全来自于黄晶晶 她发誓要考上黄晶晶的复旦大学 回到班上 看着自己的学弟学妹 居然感到非常的不好意思 而她的一番自我介绍 也把萨老师给气得不清 说说为什么落榜 因为早恋 早恋害人啊 但是我不后悔 我落榜起码证明我是真心的 班上女生孙小凡一直暗恋居然 时不时的找机会跟居然套近 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居然心里只有黄晶晶 不仅是居然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都对异性充满了好奇 小眼镜一直暗恋班上的女同学小慈 可以说已经到了神魂天早的地步 小慈 真好玩啊 在居然的带领下 其他三位男生不说好好学习 整天搞一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把萨老师可气坏了 现在你们在下午上课之前 把所有的台阶都给我冲洗干净 还有 把座值日四周 要说居然这哥们学习不怎么样 谈恋爱那可真是一把好手 当听说黄晶晶要去复旦大学报到 直接就跟着上了火车 在黄晶晶的死劝活劝之下 才心不甘情不愿的下了车 并声称自己从今后要为了黄晶晶好好学习 不管是为了什么吧 能好好学习也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看来爱情的力量真的是不容小觑 在黄晶晶的精神鼓励之下 居然的成绩居然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成绩稍微有了一点进步 这居然就开始不安分了 躲在厕所里给黄晶晶打电话 但是却被对方无情的给刮断了 根据同学们的说法 有30%的人在大学开始一个月后 都会另讯性患 这个说法无疑给居然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担心 居然晚上回到家 他老妈告诉他 由于长期的分居 父母极有可能要离婚了 为了挽回自己的婚姻 居然的老妈让居然搬到了学校去住 他必须回去跟老公好好谈谈 就像同学说的那样 黄晶晶其实已经瞒着居然回北京过国庆间了 而黄晶晶的一番发自肺腑的言论 给了居然当头一棒 这哥们彻底笑沉了 躺在床上一连好几天不动的 为了排解心中的苦妹 居然想出了很多办法 甚至把中国足球都给连累了 中国足球剔的实在太臭了 所以我决定从我做起 我帮我加入校队 跟伟大祖国足球事业做出一份工作 对比较量编不下去了 其实我失恋了 你明天就开始训练 被动为力量 中国足球缺的是什么 缺的就是力量 孙小凡苦口婆心的劝自己的男神 但依然无济于事 反倒是小娘炮的引经据点 可能对居然还有一些出动 张爱玲曾经说过 要想忘记一段感情 方法永远只有一个 那就是 时间和新欢 加上一场失恋33天的洗礼 是这位痴青的青春少年 渐渐走出了阴影 居然的父母那边 也有好消息传来 本来在家里的地位 处在最底层的老爸 在这场离婚风波之后 腰杆也渐渐的挺了起来 在成人礼的仪式上 萨老师的一番话 证明了高考的残酷性 大年三十的晚上 居然给黄晶晶打了一电话 但她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 婆婆妈妈的纠缠不清了 她似乎已经搞明白了一些事情 为了能让同学们考出好成绩 萨老师牺牲了自己的时间 春节刚过完就把同学们 组织起来开始补课了 但萨老师的良苦用心 并没有换来回报 第一次模拟考试 全班的成绩并不理想 也难怪萨老师在班上大发雷霆 她不是生某个同学的气 她是真的替这些孩子们着急啊 考试前让你请家长来 为什么不来 你爸的手机为什么永远打不通 你还跟他比呀 你有他们家有钱吗 你有他那样的老爸吗 你还想跟谁比呀 你们那团块里还有谁 李飞是吧 你有人叫李飞可爱吗 他爸什么级别你知道吗你 还有谁 小雷是不是 他们家是忠实化的 你不会不知道吧 给我滚出去 由于萨老师出车祸住了院 教英语的蒋老师成了代班主人 可不管是教什么的老师 在面对这些即将高考的学生 每一位老师的态度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而且脾气都不太好 心还没死透的 居然再一次拨通了黄晶晶的电话 此时的黄晶晶正在外面嗨皮 居然从电话里听出来 这下他彻底死心了 他告诉老妈他不考负担了 他要留在北京陪着父母 商誉出院的萨老师 重新回到了讲台上 而距离高考的时间也没有几天了 回想起这一年来的点点滴滴 确实有很多值得永远铭记的事情 拍毕业照的这天 居然终于对萨老师 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这些话也代表了 大多数同学们的心声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吃鸭精 如果不想被淘汰 那就必须跑得快 只有玩命往前冲 才能吃上四个菜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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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都有 有 等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